男人太幸运了 被老婆坐在身下 女人拿着纯金的钢针 敲了3.14下脑门 警告她不要出声 男人吓得 眼珠子都要转出来 老婆很是满意 随后对准了左眼 原来是女儿躲在床下 她不仅不慢地下床 接着走出房间 女儿这才松了一口气 吓一秒 她只好恐惧地爬了出来 见母亲靠近 本能地挡住自己的双眼 原来爸爸已经卧床50年 旧基金每月还不到10万块 都不够母子俩吃烂苹果的 只有爸爸没了 才能领到更多的保险金 女儿却说母亲在撒谎 女儿瞬间蒙了个圈 说完就强行拽住女孩 不管怎么哭喊 母亲都无动于衷 亲近下 她向贪婚的父亲付救 可男人除了能喘口气 啥也干不了 又怎么能救自己的女儿呢 一个螺丝刀 就要往女孩眼睛上扎 男人震惊地看向女儿 真是个好孩子 过了一年 他好奇地爬向房门偷看 父亲已经去了西北 而母亲神神叨叨地坐在椅子上 恶狠狠地盯着她 那么她会向女儿下狠手吗 蝴蝶钻进女人嘴里 女人奋力想拽出来 奈何蝴蝶力气太大 女人没掰扯个蝴蝶 下一秒 女人彻底放弃 全身抽搐 嘴角流出了草莓浆 同时纹绳赶来 刚准备给她做人工呼吸 诡异的是女人睁开眼睛 瞬间起身 失去了心智 她不顾同事的呼喊 静止冲进了森林里 原来这是来自火星的蝴蝶 她喜欢喝地球上的牛奶 并寄生于人类 好在蝴蝶与人类达成共识 只要点赞加关注 发送狗头抱拳 就会免受攻击 当蝴蝶进入人体 便能控制宿主的大脑 很快女人召唤来蝴蝶大军 舱门打开 赶来的蝴蝶走出飞蝶 随后张开大嘴 咆哮着要统治地球 接着跟在女人身后 冲进了警局 大战一触即发 谁知蝴蝶不讲武德 直接冲向了懵圈的伯伯勒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就被蝴蝶钻进了体内 男人使劲地想把她拽出来 可最终还是倒在地上不断颤抖 即使一每秒 800m的速度奔跑 也是无济于事 聪明的警长 以为锁上门就安全了 不出意外的 外国玻璃有根没有一个样 冲进来的蝴蝶 瞬间就让她口吐草莓叫 仅用了3.14秒 蝴蝶就寄生了整个整局的啵啵勒 就连无辜的杀人犯 也成了他们寄宿的对象 此时走出来的人类 面带诡异的微笑 已经完全被蝴蝶控制 最后那个国家就没了 女人在晒月亮 这是一只溺水的小龙虾 迈着肇四的步伐 爬上女人的身体 而女人毫无察觉 丈夫直勾勾的丑了一天 才惊恐的喊醒妻子 赶紧点赞关注 发送狗头保护 原来男人是个作家 刚才的一幕 已被他记录了下来 回家便马不停蹄的开始写作 很快过了一年 女人开始生产 竟然真的生了一只日本波龙 男人心里无味杂粮 没想到被龙虾带上了眼色 而妻子则一脸的幸福 还夸赞宝宝长得可爱 男人只看宝宝一眼 便觉得反胃 他真是难以忍受 眼前的龙虾宝宝 只能没日没夜的写小说 连晚上睡觉 脑子里都是小龙虾 他很快崩溃了 可女人逼迫丈夫 给一个月大的宝宝为发 男人无奈伸出勺子 可这怪物 一下咬掉男人的手指 疼得他汪汪止叫 而女人却觉得男人无理取闹 宝宝仅有十颗牙齿 怎么会咬他手指 而男人却不信 到了晚上 男人抱起龙虾宝宝 来到厨房 看着105度的开水 直接把宝宝丢了进去 赶来的老婆疯狂尖叫 男人还沉浸在 麻辣小龙虾的幻想中 可下一秒 他听见婴儿的哭声 再朝锅里一看 妈妈咪呀 男人把画贴在墙上 可以转头 画像竟然火了过来 就在刚刚男人整理箱子 里面都是20岁时的玩具 看着就挺幼稚 随后又翻出古老的笔记本 上面画满了 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 只好不仅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而下面 还压着一些蓝色的纸片 拿起来一看还是八手心 于是他把纸片 用胶带贴在了卧室墙上 看着墙上可丑可丑的纸片人 男人很是满意 因为这样可以辟邪 可下一秒 纸片人的头搭了下来 男人以为没粘住 又撕了一块胶带 把他的头牢牢地粘了回去 随后整理箱子时 不小心打翻了卡牌 他连忙趴在地上去捡 赶紧点赞加关注 发送狗头保护 妈妈咪呀 吓了男人一小跳 但他没有多想 随后又把纸片人按在墙上 比个国际手势 纸片人脸色大变 就在他收拾其他物品时 无意间看到 地上有一团纸 他展开一看 似乎是纸片人的左手 这时之后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 男人也是大无语 又把手给粘了上去 把脑袋扶正 准备再扯一块胶带 可诡异的是 胶带变得特别粘稠 死死地粘在他的手上 等他再回头 便被咬掉了手指 如果画像粘在墙上 会变成真的 那么你最想粘谁呢 更年期的女孩 后背长了个小尾巴 他拿起剪刀 想把尾巴剪掉 可以想到肯定可疼可疼了 最终还是选择放弃 原来女孩在学校是个倒霉蛋 所有人都没有原因地欺负他 他只能可怜地抱着脑袋 不停地喊着 点赞加关注 发送狗头 就会保你平安 可是坏女孩非但不信 还拿着篮球砸了安娜一下 接着女孩心中默念 96266 下一秒 坏女孩突然鼻子流血 可刚才还是好好的 女孩只是邪魅一笑 晚上参加聚会 又有几个漂亮的同学开始作死 女孩听后啥也没说 又默念恐怖的96266 接着就发生了诡异的一幕 不点小红心的女孩咳嗽不止 很快就没了呼吸 之后女孩习惯了尾巴的存在 第二天 她跟谈了十年的男友约会 并来到了没人的地方 两个人在车里 玩起了羊了个羊 可分战一夜也没打赢第一关 随后女孩问 结果下一秒 男人呼吸困难 随后蹊跷流血领着喝饭 她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 惊魂问定的安娜 发现男友手机响了 而平保竟是自己的闺蜜 此时安娜才知道 男友竟是个渣男 还野蛮她那么多年 正是身后的尾巴 为她报了仇 而面对校园的麒麟 老师说你想不想 要一条这样的尾巴呢 小姐姐真孝顺 夹起一块猫香 做成了有味道的三明治 趁热端给了丈夫 没想到 年轻的大爷吃的杠香 还有一股鸡肉味 这一步马女人看懵了 听导演说点赞加关注 发松狗头 心爱的人就不会 跟你做猫食三明治 原来大爷是个家暴男 每天都要吃200个三明治 全家的收入 仅靠小姐姐织毛衣 可没织几下 小姐姐拖着疲惫的身体 赶紧给丈夫做饭 听到丈夫无休止的谩骂 她竟然拿起劫测铃 到了满满一大坨 做起了黑暗料理 麻溜的给丈夫送去 大爷哭吃就糟了一口 小姐姐怕爱揍 连连后退 可男人并没感觉到异常 小姐姐见状赶紧溜走 抓紧一切时间织毛衣 因为大爷每隔五分钟 就要吃一个 大爷的命令就是圣旨 小姐姐不敢违抗 抹上知识正坐着 小姐姐不敢反驳 默默地扫着玻璃茶子 可大爷还在破口大骂 忍了六十年 他终于怒了 把玻璃茶子放进三明治 胆战心惊的 大气不堪喘地端给丈夫 大爷拿过三明治 咔嚓咔嚓就嚼了起来 妈妈咪呀 女人看得嘴直疼 可大爷虽然吃得满嘴流油 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 此刻小姐姐的心情好了点 愉快地直着毛衣 可下一秒 小姐姐快速地跑过去 此时的大爷已是一具白骨 原来男人已经死去多年 旁边堆满了腐烂的三明治 而女人还沉浸在 丈夫可怕的虐待中 无法自拔 这是获奖短片 给我一个三明治 看到这里 你觉得是大爷可怜 还是小姐姐可怜呢 这边是一距离 是什么人 我给你带来